郭文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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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以後就講講他正義的主張 就是怎麼建立他自己的唯物主義的歷史觀 或者我們叫做唯物主觀 或者叫做歷史唯物主義 好了 馬斯就在這本註術裡面 我記得我一直講馬斯 有些人覺得不是 跟恩格斯合著的 但是剛才我解釋過就是 恩格斯很多時候跟馬斯合著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是馬斯蓋過了恩格斯的 特別我們如果分開講馬斯的代表技術 跟恩格斯的代表技術 高下立盤很分明 所以合著我當作馬斯講沒什麼所謂 所以二十個月我都這樣講馬斯就算了 不再提恩格斯 譬如馬斯在這本註術裡面 他正面講法就是唯物主觀 而唯物主觀最重要的就是從生從人去出白 所以他的所謂唯物論有時候大家要留意 那個唯物是不是真的就是講一些對象 物質那些呢 其實馬斯自己有時候都不是講得那麼一致的 所以有時候又不怪得了批評他的一些學者 比如說自由主義那一班 比如說 柏普爾 卡爾普爾 其實不怪不怪的 因為馬斯有時候都表述 都不是表述得那麼準確清楚的 所以作為一個作家 他不作為一個最高的作家 但是作為對社會政治影響大的作家 他就守衛幾天 我們可以這樣分 他有時候用語不是那麼嚴格的 但是他對於社會政治的解釋 就高過很多一般的作家 原來我們要清楚知道這個 所以他說情人出白的 為什麼跟他人物質又不是這麼一致的 尤其是說物質 人呢 我們很少強調他物質那邊 雖然他都有 直區看這些 應該不多說 以後反正這些 他在用語上沒有一般作家 就是一般好的作家應該說 他給一般作家都是好的 給好的作家有所不及的 他用得沒有那麼準確的 我們小問題 看一看就算了 他說要從生從人去出發 從生從人去出發 所以在這個時候他都是說人 他不是說一般對象的 所以因為他講唯物論 去否定他 這個很有問題 如果了解了馬克思的說法 他對人的那個討論是很高的 說放一個很高的地位 這個就不是單單看到他用唯物論這個詞 就證明他 就可以簡單地證明他 好了 從生從人出發 這個又有一番就是黑格爾的出發點 黑格爾是講迷信論的 心就是人之所有 所以黑格爾講的歷史觀 我們上一次跟天樂都講過 比如說一些自由史觀 強調講人的自由 比如說一些英雄史觀 強調講英雄 甚至是國家主義的史觀 強制國家為單位 其實在這些講法裡面 其實跟馬克思是有部份overlock的 這個很多人就這樣看一個叫唯真論 一個叫唯物論 很容易忽略少一個東西 不可能跟不好處講 就像剛才我講的 馬克思自己的用語都不太準確 我不是那麼一致 跟他要講的東西 起碼用真不是那麼一致 如果再提多一次就算了 之後就不再提了 就是講回馬克思的講法 馬克思說是說同生同人作為前提去出發 這個人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很著重 這個開始就看到他 雖然好像跟黑格爾一樣 還不講回人 但不同的地方 他是比黑格爾 更加著重講人的活動 這個活動就是講實戰 剛才講過 還有黑格爾是完全小題的 覺得很不重要的 就是物質條件 這個就是和黑格爾要講 吳龍最重要的不同在這裡 就是很著重講人的物質條件 這個就是他說同人同生出發 還有要留意他講的物質條件 就不是只講到人的軀體那些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可能馬克思自己批評 跪巴的意思 就像一個偷像意思的一個人 就是一個純粹是物質性的人 人的真實不是只有物質 或者區塊那邊 還有一些精神 甚至包括講自由的東西 所以這個很多人就會覺得 馬克思其實很多方面 跟黑格爾相似 就是要講人的自由 就是說他是圈契 說他的獨裁 就完全不了解黑格爾 馬克思那個主要立論的論點 OK 繼續講 我們不能夠脫離了人的那個物質 如果那個物質很重要的 他的解釋就是所謂生產力 和生產關係 這個概念稍後還會再詳細講的 但是稍後講就是人 跟這個社會 甚至跟這個世界 包括自然世界 是不是一個分離的 所以這個講法 就是這樣講人 其實很有後來 比如現象學講 所謂生活世界 life world 那個意思 所以這個講法其實可以很先進 就是所謂的唯物論 其實很先進 後來那些現象學家 很著重講人跟世界一個整體 人是跟世界一體的 其實馬克思就用這個講法 所以講那個人的物質性 或者物質條件 是遠比一般唯物論複雜很多 起碼比比比爾巴複雜很多 據說全身用人的出發 這個人其實背了一些 就是之前的作家 很少提到很少講述 就是往往發揮了的意義 好了 《索德寶》繼續講 剛才我提到的兩個條件 在這本註術 即是吉爾治益不太 馬克思用的terms不同 但是意思是後來 他用的兩個terms是一樣的 這本書叫做生產力和交往形式 這個就是在《得意知識》 不太看這本書 他用了兩個terms 但是後來很多書都叫做生產力 和生產關係 這裏就要做一步解釋 我用後來就慣常的同語了 如果你用生產力和交往形式 因為有些接觸過黑馬斯的人 就覺得不知道是什麼 但是如果你知道 就是他講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 就這個很不了解了 他用後來就是用語了 生產力和生產關係 生產力跟一般講的物質 就比較接近的 就是生產的物質內容 所以在黑馬斯來說 最重要是一些跟勞動活動 相關的那些生產資源 生產資料 比如說生產的工具 甚至機械 甚至商業和工業的建築之類 那些是從銀的勞動 或者生產活動 或者經濟活動 相關的物質性的東西 這就是所謂的生產力 這個就是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就加了很多 一般我們不叫做物質的東西 但是馬斯道都看成是 做於物質的一種 就叫做生產關係 這當然包括什麼呢 就是包括一些 管理社會生產性資源 權力和控制關係 合作性的工作關係 和結社的形式 人和工作對象之間的關係 和社會階級之間的關係等等 所以它說的所謂生產關係 就多了很多 不是一般叫做物質的東西 就是一些比如說社會制度 社會的階層 或者社會的模式等等 甚至人的生活等等 包括在來 這是第二個條件 這就是生產關係 除了這樣講兩種的條件 就是說人類社會 特別是人的整個世界 最重要就是由這兩個東西 這兩個東西也不是自然分得開的 馬克思的用法就是 兩者是一個交互狀的 是有互相的決定的 就是說生產力會決定生產關係 反過來生產關係 也將會決定生產力 所以這個就是很黑格意識的辯證法 如果是邏輯的思考 A如果決定B的話 就不可以調回B又決定A 這個就是反恩果的定義 但是辯證法從黑格意識 恩果不是接罪 可以A決定B 但是調回B也決定A 這個就是對恩果的一個是複雜一些 但是某些就是更加合理的說法 就是看到事物恩果性的一面 或者一個方向 其實很多時候就簡化了特製的情況 所以說回剛才說的兩個世界 甚至可以我們再說歷史 歷史的基礎這兩大因素 絕對不是簡單到 就是兩個獨立的一個因素 不是的 而是兩個互相決定的因素 就是生產力會決定生產關係 反而是生產關係會決定生產力 這個我想是不難理解的 比如我自己現在想的例子 之前我都沒有講 之前我都沒有想的例子 但是其實要想都不難理解的 比如生產力是怎麼決定生產關係呢 比如說我們用什麼工具 就決定社會是一種怎樣的社會 這是不難理解的 比如以農業為主的這樣 就是一個農業社會 社會可能有很多的制度 支持農業的生產 就跟現在不同了 我們叫做商業社會 因為我們生產的工具 生產活動不是限於農業 比如說商業那些這樣 這個就是生產力 就算生產關係了 但是反過來 生產關係也會決定生產力的 這個就是百錢人所未達了 那是不難理解的 這個不難理解的 因為有時候有某些社會制度 就會推動到我們對於自然之然的利用 這個反過來有一個 我們叫做反毒用 可以用這個Terms 就是由生產關係 去決定生產力的 譬如我們追求商業的社會 商業社會很著重 譬如貨幣那些 不是說以前以物換物那些 這種追求可能反過來 在生產資源方面 我們還要開發一些比較 比如精神定日的工具 所以有些人說電腦都是商業社會 才會有的一個生產的結果 如果沒有一個商業社會 都很難會有電腦這件事出現 譬如農業社會 我們不需要電腦 要別人去搞定 這個我不多說 大概這樣理解 互相有一個決定 遠地一般了解那個 維密論的意思是複雜的 是可以生產力和生產關係 第一不是純粹的說那些物質的東西 而兩者是一個很複雜的 互相決定的關係這樣 所以叫做維密論 這個馬斯就是為了打擊克格爾 跟克格爾不同的 但是實際上它有些內容 這就是維密論都會講的 就是卡爾普普剛才說 先駱提到卡爾普普的名著 就是批判歷史決定論的名著 就是《Open to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有兩本的 一本叫《歷史決定論的貧困》 一本叫《開放社會及其敵人》 是 是 但是最重要就是第二本 就是那兩本 其實就是第一本比較簡單一點 第二本就很詳細 就是追索《歷史決定論的貧困》 就是那個年代在巴桶 就是再將它早期那本書的觀點去擴充 這個就是《Open to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開放社會及其敵人》 那這本書裡面就把那個馬斯講的那個維密論 他都說維密論這個terms 馬斯講的不太準 實際上馬斯是一個異議言論的觀點 卡科法很大膽說馬斯是一個異議言論的觀點 當時我就沒有見過另一個講法 在卡科法和馬斯之前 但是我自己認同那個講法 就是剛才講的那些 你怎麼能夠簡單的叫維密去講呢 因為生產產的這些東西 不是純粹講一般的物質的東西 這個有決定歷史的作用 所以如果將馬斯和克格爾講到表面上很具立的兩種的史觀 其實又有問題 剛才講過譬如你講的那些克格爾 譬如用克格爾講歷史做的那些terms去講 其實大部分跟馬斯是over例的 譬如說自由 馬斯這樣很強地講自由的 為什麼要反對資金主義社會呢? 就是你叫人沒有自由 為什麼要講共產主義呢? 因為它原來共產主義最能夠 體現人的自由 自由就很強地講 另外就是講國家也是 馬斯頓頓講國家的 講到改革特別集困這些 你要國家做單位 你不是要個人做單位 你要推翻資本主義 你不是靠個人的力量 要一個國家去做 那就很強地講 其實上overlap的東西 我甚至會覺得是多過一半的 所以卡克爾的講法 我就很認同 當然馬斯自己也不自覺 但是實際上 他表達的觀點其實不是一天文物論 可以叫做有心有文 但是是不是叫做義言論呢? 有些比較傳統的字眼講 又不是那麼準確 義言都好像兩種是獨立 但是他講到兩種是interaction 不是像德卡爾講的 心物義言論那種義言論 不過很難講 因為實際上是很複雜的觀點 但是有些複雜性就是 馬斯自己也不是在智慧上 他那麼著意去釐清 他還解釋社會歷史現實方面 這個我也暫時不多講 先繼續講他的那個看法 就是說這麼複雜的 兩個元素 分散力和分散關係 就是可以對一個社會 甚至就是鳳凡泰講的整個歷史 有一個決定作用這樣 這樣就是他的觀點 所以歷史為物質 那個基礎其實是一個這樣的基礎 不是簡單說一堆物質就決定在一切這樣 就是不是這麼簡單的一個意思了 OK 再進一步我們去看馬斯 就是他對於社會靈态的那個說法 因為有這樣的一個社會決定的基礎 就會出現一些社會必然的發展結果 這個就是根據這種 或者叫做辯證為物主義 或者叫做歷史為物主義 我們最重要的就是看根據這個基礎 怎樣去推動歷史的發展 解釋和推動歷史的發展 解釋就是現成的旨有的東西 推動就是將來怎樣去發展出來的 一個社會這樣 這裡馬斯進一步講 社會分工和四種所有制的發展 所有制就指一些制度是有私有財產的 所以所有制都等於私有制 私產制沒有所謂 私有財產制 這些社會分工我們一般覺得是兩個不同的 就是說將一些生產的歷程分成不同的工序 如果工序有不同的人去負責 這叫做社會分工 但是馬斯認為私有財產制和社會分工分不開的 他認為社會分工由簡單到複雜 越來越複雜的時候 社會會有的那個私有財產制是業區複雜的 所以兩者是一個很密的關係 密切都分不開的 根據這個觀點就講出 人類社會有以下種種的歷程 或者這裡大家有沒有問題 試試再花小時間再解釋 為什麼說社會分工和私有財產有一個密切的關係 或者我上次就馬斯的意思再解釋一下 馬斯的意思是這樣的 如果沒有社會分工的話 就是說大家一起做這樣 做的工作一起做這樣 那時候我們不會這麼分不同的人 或者我們後來叫做階級 我們不會這麼分的 好像原始社會 原始社會也沒有所謂階級的 一起告的 比如一起去 不餓親就一起去狩獵 或者一起去耕種 得到的成果就一起跟 這個就是原始社會 所以沒有階級 也沒有社會分工的 但是越到後來就是形成不窮的社會 比如奴階社會 公建社會 資本主義社會 那個分工是越來越複雜 這個也是學乎力支持的 這個是這樣的 因為你說奴階社會就簡單些了 然後一些比較智力化的工作 都是主要那些奴階主做的工作 一些完全主要是體力的 那些就是奴階的工作 這個就是比較簡單的一個分工 當時的社會跟學會都比較簡單 就是奴階主就是那些欺烈的人 這些叫做公民和市民 那些奴階就是在狩獵的時候 都回來的那些俘虜 不給他一些人的權利 要他變成奴階這樣 但是這個簡單 都是這種這樣的階級的劃分 奴階主和奴階 都是簡單的 就是其他那些都有 但是那個不是那麼強的一個分層 但是到後來那個分工越重要 比如公建社會 去到資本主義社會就更加重要 因為資本主義社會就同時是 所謂的工業革命 工業革命就是將那個分工分得更加仔細 還有用機器 這個也很重要 今天很多時候說分工 也都分不開那個機械化的 你如果不是分工分仔細 你用不了機器的 特別是早期的機器 因為機器做不了那麼多事情 就是做很簡單的一個動作 所以今天用電腦又發展得很厲害 可以很多工序 電腦都搞定 這是今天的事情 但是資本主義開始的時候 就是那個分工是有利於機械化 所以機械化和分工有一個很緊密的關係 但是因為分工那麼仔細 才是那個階級的對立這麼嚴重的 這個就是馬克思根據歷史 以及根據自己的民物史觀 去索出它的判斷 這樣說我覺得好像有一些道理 實際上你這麼複雜的分工 你才做到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經濟的收益和階級 階級的劃分很重要是經濟 特別是在近現代 古代 古代可能就是 就用一些 所謂的血緣關係的那些 其實是貴族的那些 但是多後期我們不就用貴族這些 是用經濟的收益 你分工做的部分是賺錢多的 那你就一些 所謂的資產階級 或者上流社會 如果那些是比較體力化的那些工作 那你就勞動階級 或者無散階級 下流的那些階層 下流就是指上下的劃分 就是賺錢多少那個 不是做得以私那個 OK 如果這樣的時候 今天那個社會分工這麼複雜的時候 就正正反映到 為什麼那個私有財產制 就是這麼重要 因為就是要保障那些 利益多的人 就是不給那些利益 被那些小的人去剝奪了 或者去偷取了 或者去搶了等等 所以這兩個東西 有密切的關係 好了 由這一方面 進一步再去推論 或者解釋一下 不是純粹推論 推論是最後那個程序 最後那個歷程 它主要就是解釋一下人類歷史 有時候叫四個階段 有時候叫五個階段 那沒什麼所謂 我自己看這兩個字術 是講四個階段 但是後來那些通常是講五個階段 我自己有一個記錯 資本論它都是講五個階段 所以就未必是指大林 誰說的 就是分工後期馬斯就講五個階段 但是這本字術就是講四個階段 那四個階段就是 對應分工和所有制 有的四個階段 那四個階段分別 第一個就是 原始社會 或者我們叫做部落所有制 這個是工有制 沒有階級去立的 因為剛才都講過 因為沒有分工的 沒有分工的時候 由大家同屋同高 不會有階級去立的 階級是劃分的 那第一個 就是歷史社會發展的階段 第二個階段就是 就是奴階制度 奴階制度 開始就是剛才講的 就是初步的分工 還有就是初級的一種 就是之後才肯制 這個就是開始有階級去立 那這個對立的關係就是 就是奴階制度 那就是奴階制度 那我剛才都聽聽陳國 第三個歷程 或者階段就是 封建社會 封建社會 就是如果用時間講 開頭那個就是 最原始的那個 甚至是前歷史的那個階段 那去到呢 是講奴階 那個就是古代 即古希臘那些 那封建主要就是 羅馬話 甚至是 中世紀開始 有君主制度這些 那時候呢 就是那個階級 就進一步崩化 而之後 藤單制呢 就是 也都進一步複雜化 就是主要保障呢 就是那些 就是軍主和神民 另外呢 就是地主和農奴 那時候都是以農業為主 那時候就是第三個階段 第三個階段 第三個階段 我剛才那個條件說呢 就更加明顯了 因為社會分工是最為複雜的 特別是我們用機械化去看 因為這個講到機械化 一定是社會分工很複雜才能用到的 因為當時早期的機械化的技術 就不可以做很多工序 就是做簡單的一、兩步工序 所以就是 最能夠應用到機器呢 就是社會分工最複雜的情況 社會分工最複雜呢 私有財產也是最複雜的 就是我們現代社會 就是不僅有私有財產制 保障私有財產制 也有很多法律的圖文 很多很多的 譬如有什麼稅制那些也是 有些什麼遺產的制度也是 繼承的制度也是 那些是遠比以前複雜的 這個就是第四個階段 剛才說一般講四個階段 起碼就是講得意志之形態 但後來加多一個階段 這個階段甚至早過奴階階段 就是這本書沒有講的 不過後來看另一些技術 就是馬克思講的 這個叫做亞細亞的社會 這個就是指東方 指亞洲 包括中國 所以在這裏我們又看到 有黑格爾的影子 講一講中國是最古老的 最不善的 亞細亞生產方式是最原始的 稍為有這麼多的分工 稍為有少少的時候還肯保障 但是很多東西歸公家的 這個就是那些 朝廷那些 所以你看到 黑格爾的影子在這裏 也看到的 就是東方 包括中國 歷史是最原始的那些 不及西方 西方那些奴隸制度 好過我們早期的社會發展 OK 這個就是真正馬克思的說法 好了 根據所有制和分工的情況 馬克思就認為 因為它著重已經不是 逐國階段的比較 它著重就是 古和金的比較 因為金就是馬克思當時的社會 就是資本主義社會 古就是它之前某些時候 都屬於古 或者叫傳統